That's good 还记得那些可爱的Fendi包款或超垮的牛仔裤吗 这些复古的时尚单品竟然在过去的十年中 竟以全新的样貌再次流行起来 今天就让时尚教条带大家一起来盘点 六大永不退流行的时尚穿搭 探索近十年来穿搭趋势的演变 第一款回到大众眼前的穿搭是全力套装 在2013年流行的趋势则是将西装外套不直接穿着 而是将其单纯的披在肩膀上既能增加造型的时尚感 又能起到保暖的效果 这一个风格风靡于街头的时尚明星 从Amy桑到卡带衫都纷纷地将外套当作披肩来作为搭配 而如今随着运动风潮的兴起 西装外套的版型逐渐加宽 超大号方正扩型成为了时尚的趋势 你甚至可以随意地内搭一件T恤 或者背心轻松地打造出个人风格 这种随意又时尚的搭配方式成为了时尚界的新指标 接下来是第二种不特流行的时尚迷你裙 四年前MiuMiu的A字溜冰裙风靡街头 我们都曾经在这种意大利时尚的迷你裙中 然而时尚的脚步却不停地往前推进 眨眼之间宽松优雅的设计 已经变成了流线型的白折裙 现在你只需要简单地搭配一件西装外套 或者白色T恤就可以展现出 今年最时尚的街头明星风格 我敢说这种简约而时髦的组合将会成为你的最爱 紧接着是第三款丹宁叠搭 你能想象吗 2013年最时髦的穿搭居然是从头到脚的牛仔工装 而现今丹宁牛仔的程度仍然屹立不遥 但它逐渐超越了工装风格 推出了更精致细节化的单品 例如Ola Johnson 巧思 缜密的夹克 与BV的Judy牛仔裤 他们展现了丹宁的多样性与时尚的变革 这些时尚的单品结合了精致的设计以及细节 让你在穿搭中展现个人风格的同时 还可以保持时尚感 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时尚丹宁的全新面貌吧 接下来应该是大家都想不到的日常百搭工装 中性百搭的实用主义 一直是时尚圈中不会衰退的哲学 而军装图案则成为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街头风格元素 在十年前我们见证了极简主义的军装风格 在狩猎风格中展露头角 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工装风潮 更加大胆 前卫 这种豪放的大口袋 出人意料的层次感 以及个性鲜明的细节 这种风格让人眼前一亮 以突破传统的设计来获得灵感 不特流行的 不只是服装 还有包包也是个很大的重点 接下来是死身必须拥有的包款 Leap Bag 2013年流行的Leap Bag 以及繁复的细节和个性化的包款而受到瞩目 从Prada包带上的花斗装饰 到Fendi鞋背包上 引人注目的吊饰 每一个细节都代表了当时的潮流风貌 然而 今年的时尚界 却迎来了优雅 简约的风潮 像是Lealoo这个品牌 以其拥有的极简风格设计 而大受欢迎 那么 如果今天要谈论一种 永远不退流行的时尚趋势 那绝对非超长裙莫属 10年前 G繁夕2013年秋季系列的长裙 引领的潮流 这款带有吉普赛风格的浪漫长裙 让人感受到随风飘逸 自由不羁的氛围 而如今 长裙的风格 则也变成更为利落时髦的 牛仔长裙 展现出新时代女性的 干练气质 这种长裙 结合了传统的牛仔材质 和长裙的优雅设计 呈现出时尚 和实用兼蓄的特点 今天 邦达的统整出的六大 永不退流行的穿搭介绍 绝对能够帮助 有选择困难症的观众们 找出适合你的穿搭风格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你的看法 每个礼拜 花五分钟就能学到我所有的穿搭技巧 是不是很方便呢 但在离开之前 千万别忘记帮我订阅 按赞 打开小铃铛 大家小小的一个动作与支持 对我来说 都是非常大的创作动力 那么关注我 See you next wee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小铃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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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